大家好,我是苗香三七的小钟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中国三七道地产区云南闻山 那么纵观整个世界地图板块 三七最适宜生长的环境是北纬23.5度 海拔1200米至2200米之间 那么最适宜三七生长的只有云南闻山及周边极少数的地区 那么在我身后的就是苗香三七高品质三七种植基地 那么它的海拔是1631米 北纬23度49分 我们说药材要讲究道地性 道地药材才能确保质优效加 那么高品质三七是如何种植出来的呢 让我们一起到三七种植基地里看一看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苗香三七标准化大田种植基地 在我身后郁郁葱葱的就是生长了三年的三年期 那么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可以看到的是苗香三七的专利技术 三七遮阳网 三七遮阳网每层透光率为10%到30% 遮阳网的离地距离为175厘米 那么在我们旁边可以看到树立的是七叉 那么七叉无论是横看还是竖看 它都是均一的 并且在同一条直线上 在箱面上铺有松针 松针起到保温保湿的作用 这位是我们的基地副的人贵哥 贵哥你在做什么呀 我在铺青蒿 青蒿的作用是什么呢 青蒿是天然的有机肥 可以替代化学肥料 哦 我们还看到在七叉上有很多彩色的板子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那这个板子就是我们的一个物理防虫 避免使用沙虫能量 贵哥 那么现在就麻烦您采挖一株三七给我们看看吧 好 现在我手上的就是三七的全株 三七的地下部分 由检口 主根 枝根 和须根构成 三七的主根 有效成分含量最为全面 也是主要的药用部分 而三七的须根 有效成分较低 在产地一般用作药膳 苗箱高品质三七 要求采挖之后 24小时内要到达加工厂 进行各个部位的分解 清洗和干燥 这样一株优质的三七 需要有优良的品种 在道地产区 通过标准化 规范化的种植管理技术 经历三年的时间 两万六千余个小时的精心培育 才能生长而成 为什么我们眼前的这片三七 如此健康茁壮 没有病虫害呢 是因为我们选用了 唯一获得国家新品种权证的 高抗性高含量的品种进行种植 高抗性的三七不容易生病 就能减少农药的使用 高含量的三七 就能确保有效成分 稳定高于国家标准 30%以上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七叉上都有这样的勾号牌 勾号牌就是三七的身份证 上面的数字将会伴随三七的一生 也是苗香高品质三七 全程可控可追溯的体现 所以苗香高品质三七 更安全 更有效 更可信 全程可控可追溯 苗香三七 以一致的种苗 一致的技术 一致的管理 一致的文化 产出质量 产量 稳定 成本相对可控的高品质三七 苗香三七 以精心 爱心 信心 责任心 为人类的健康服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